- 要不要再打開 - 要不要再打開 - 我真的很焦虑耶 - 我第一次用我新家的廚房 - 我想補個口紅 - 沒味道啊 - 就是一個瓦斯味嗎 - 不是瓦斯 - 妳沒有瓦斯 - 不是瓦斯 - 就是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味道 - 是正常的嗎 - 是不是東西燒焦啊 - 這很嚴重的 - 這個味道 - 怎麼是南聞的耶 - 是這個嗎 - 錯 - 是鍋子裡面出來了 - 是這裡出來的 - 抽油煙機是嗎 - 大家跟我說一下 - 你現在在幹嘛 - 我們今天要來煮肉骨餐 - 耶 巴咕爹 - 巴咕爹 - 巴咕巴咕巴咕爹 - 然後我今天要煮的是 - 馬來西亞人都應該知道這個品牌 - 這是馬來西亞人好不好 - 我這個台灣人 - 真的嗎 - 妳知道嗎 - 我都知道 - 因為那個人太有名了啊 - 喔 - 你看那個水 - 我已經開最大火了 - 我們這樣子應該有10分鐘了嗎 - 它還沒有滾耶 - 怎麼會怎麼辦 - 怎麼會怎麼辦 - 怎麼滾得那麼慢喔 - 我們只是包一個水而已耶 - 它好像有點起色啊 - 喔 - 喔 - 有啦 會滾啦 - 各位觀眾你們還記得我三年前嗎 - 我也是自己在家煮過肉骨茶 - 然後那時候也是用A1的肉骨茶 - 可是那時候呢 - 我是用那種 - 像我們好像美食鍋啊 - 就是小小的這樣子很辛苦吃 - 會好醜 會關掉 - 齁 怎麼那麼醜 - 肉骨茶就是很簡單煮的 - 所以呢 - 如果我煮失敗呢 - 我就覺得自己很好笑 - 欸 你那個肉一下去就覺得是 - 肉一下去就覺得是 - 嚇 - 好啦 我現在要把這個料包丟下去囉 - 喔 直接淨下去嗎 - 你們知道我以前來台灣 - 每次來台灣店鎖的時候是 - 我一定會從我的人家帶 - 肉骨茶回來 - 可是我現在呢 - 我不需要這樣子做了啦 - 因為 - 台灣就可以買到了嗎 - 台灣的蝦皮商城 - 已經有A1的直營店了 - 所以我就直接從那邊買 - 我不只買了這個 - 還有買了一大堆其他的 - 我等一下再給你們看我買了什麼 - 所以我們要等它多久 - 大約半個小時 - 我有上網查 - 就是肉骨茶要用哪一些調味料啦 - 然後我就買了 - 醬油 - 蠔油 - 鹽 - 還有白胡椒 - 我看到上面有寫 - 老臭 - 兩湯匙生抽 - 四湯匙 - 我在台灣找不到這個生抽老臭欸 - 所以我就沒有買了 - 有人可以在下面教我嗎 - 那我在猜啦 - 嗯 - 生抽就是醬油 - 老臭就是蠔油 - 欸 - 沒有 - 它上面有寫 - 老臭兩湯匙 - 生抽四湯匙 - 跟蠔油兩湯匙 - 知道啦 - 會不會是醬油膏啊 - 欸 - 沒有醬油膏喔 - 馬來西亞有醬油膏的嗎 - 不是 - 老臭啊 - 老臭會不會是醬油膏啊 - 因為你看 - 生就是水水的 - 還很深嘛 - 如果它再煮一下 - 再讓它煮久一點 - 它變老了 - 就變醬油膏啦 - 有沒有可能 - 骨尿骨尿 - 好 - 我的 - 我跟你講 - 現在超強 - 不是那個肉骨茶 - 是因為那個臭油膏劑 - 很臭 - 它算要洗了嘛 - 不是廚房白吃欸 - 怎樣辦喔 - 是不是要現在下啊 - 不會 -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嗎 - 我現在下嘛 - 可是 - 怕要留言的時候 - 妳已經來不及了欸 - 實在 - 這是我第一次買這樣子的肉欸 - 煮五花肉條欸 - 嗯 - 第一次買它的感覺是什麼 - 因為我很怕喔 - 怕我這樣 - 不會煮 - 怕不 - 要怎麼樣喔 - 切開了 - 吃進去 - 應該是這樣子嗎 - 本來啊 - 可是我剛剛看了 - 蒜頭是要霸的 - 所以我現在要來 - 要霸 - 霸 - 蒜頭 - 霸皮啊 - 霸那個 - 霸 - 你們聞到肉骨茶的香味了嗎 - 不知道 - 我一直在 - 臭油肝劑臭味 - 講它的味道 - 我跟你講 - 那個臭油肝劑一定是這樣子 - 一定是前面的房客 - 然後用一大堆油在裡面 - 然後那個油就卡在那邊 - 油耗味 - 你知道嗎 - 一打開 - 然後整個那個味道抽出來 - 就是沒有清理 - 喔有個不曉的 - 發 - 蒜頭皮 - 我這個頻道呢 - 以後呢 - 會 - 手向更多這種下廚的齁 - 讓我自己更加進步 - 我該不該打啊 - 因為我看到媽媽喊他這樣 - 打 - 喔 - 嗯 - 對呀 - 我發出來了 - 唉 - 看這個 - 真正在小廟 - 你來 - 你來 - 你說你要煮 - 要吃的啊 - 你現在變我來 - 要吃了 - 唉唷 - 唉唷 - 其實我今天這邊看到的遊戲應該是不意外的 - 吃豬肉骨巢而已 - 不會啦 - 要加那個嗎 - 這是血糕嗎 - 人血糕齁 - 媽媽看到這集一定會罵我 - 會啦 - 她會哭 - 媽媽 - 你不要罵我 - 蛤 - 媽媽 - 你不要罵他 - 只要用力用力 - 罵他 - 欸我是因為剛翻過來 - 所以我的道具很不齊全 - 你看我只有一個砧板 - 什麼意思 - 你在心臟的時候有很多砧板嗎 - 什麼意思 - 我的意思是講我的砧板是這種小小個的 - 然後我沒有很多 - 你看我沒有一個碗裝 - 我的垃圾啊 - 然後不然就是很少東西啦 - 你們不要介意了哈 - 要來調味 - 蠔油兩湯匙 - 然後醬油 - 醬油 - 阿嘎 - 阿嘎吧 - 阿嘎是上次 - 阿嘎阿嘎 - 再加一點鹽哈 - 阿嘎 - 白芙醬粉 - 阿嘎 - 阿嘎 - 欸好可愛喔你 - 還要耍可愛嗎 - 阿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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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欸顏色有沒有 - 顏色整個出來了 - 開始下肉了 - 可是呢你知道 - 在馬來西亞我們吃肉骨茶 - 很少是下肉片的 - 欸那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- 因為啊 - 不知道 -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當火鍋吃 - 你要下什麼料都可以 - 阿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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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嗚 - 哎呦 - 哎呦 - 吃飯了 - 喂 - 太好了 - 大家那個賣相 - 哎呦 - 蛤 - 像吉叉 - 蛤 - 啊 - 怎麼辦呢 - 我覺得我煮到有點淡欸 - 我很淡了 - 可以嗎 - 我覺得是一個not bad啦 - 完全下飯 - 我覺得它湯汁非常的濃郁 - 嗯 - 哇 連我這個手湯都很濃郁 - 煮得這樣飯不好耶 - 很紅腸欸你 - 很感動欸 - 我得了啦 - 我知道了 - 糖就是少了那個老抽 - 等一下我們重頭戲 -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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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 - 呦 - 油條 - 喔耶 - 喔耶 - 妳知道嗎 - 我剛剛去買油條的時候蠻好笑的 - 我就跟老闆說我要 - 我跟油條 -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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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黑問我說好 - 你要吃的還是煮的 - 然後我就會說 - 煮來吃的 - 因為我不知道他要問三小 - 然後我就思考一下要怎麼傳達 - 更明確 - 我說我要煮火鍋用的 - 喔 - 嗯 - 嗯 - 很好吃喔 - 一定大香味很濃喔 - 欸彎他還有其他的 - 我買了那個 - 鮑魚麵 - 那我們就來煮哈哈 - 鮑魚麵 - 給你鮑魚麵好不好 - 我們一起來看看 - 我們現在有人在操場的家 - 欸 完美 - 鮑魚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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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你知道我們回來嗎 - 因為呢 - 昨天我們不是用那個 - 叫電陶爐嗎 - 叫電陶爐嗎 - 臭 - 沒有我現在回鄉起來 - 還是很臭 - 有這麼臭的喔 - 真的很臭欸 - 啊 - 所以呢 - 今天呢我們就要來 - 鮑魚麵 - 蛤 - 就是來煮他其他的東西 - 鮑魚麵 - 我現在就想吃掉 - 像我家的香香的火爐 - 對我們就來超香家 - 用他的最 - professional的火爐 - 而且這個鮑魚麵裡面 - 是真的有鮑魚囉 - 噢我的天啊 - 好久沒吃到 - 鮑魚麵 - 很大一包欸 - 比我臉還大 - 在裡面 - 我可以確定裡面是鮑魚 - 好我先煮啦 - 嗯 - see you later - 嗚呼 - 嗯 - 嗯 - 很Q欸 - 有嚼勁 - 嗯 - 這湯超好喝 - 嗯 - 這湯很好喝 - 因為鮑魚是口感喔 - 嗯 - 嗯 - 我覺得它是有點像那個干貝一樣 - 很Q欸 很有嚼勁 - 很Q欸 - 很有嚼勁 - 有嚼勁 - 它湯真的很好喝 - 我有點難想像它是泡麵欸 - 它好像剛剛煮好給我的感覺 - 蛤 這是泡麵喔 - 這是泡麵喔 - 這是泡麵 - 不不不不 我沒有想像它是泡麵欸 - 而且它是新馬街的貴婦泡麵 - 只有貴婦才可以吃的OK - 像我 - 像我 - 像我 - OK 下一位參賽者我們來吃 - 這是A1的米咖哩辣沙 - 喔 - 喔 辣沙辣沙 - 顏色很好看耶 - 耶 - 辣沙的 - 有辣味 - 要吃嗎 - 妳要吃嗎 - 妳要吃嗎 - 妳要吃嗎 - 好辣 - 真好吃啊 -io的 - 你們的菜 - 妳要吃辣它 - 這我不吃了 - 知道甚麼 - 蝦的味道很重 - 還是可以接受了 - 味道很辣 - 可以接受了 - most爱吃辣的人 - 再味道想再一口 - 吃 - 你最近胃還好啊 - 我不好 - 酥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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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咖 - 酥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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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酥 皮里有准备是可以接受的 慢慢情绪渐进 哦 我还真辣 耶 大家 这些全部在虾皮就可以买了 还有A1的肉骨茶 大家一定记得一定要去买 OK 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煮到比我更好吃 我也相信 我相信一定是那个电讨炉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我也相信 好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你们是A1的粉丝吗 然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分享 订阅 不要忘记可以按铃铛 不要忘记记住我们的IG 还有不要忘记去买我的周边 还有记得去吃A1的鲍鱼面 还有肉骨茶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咯 OK 我们现在回来这里 是昨天的肉骨茶 我们把这个瓦斯带过来 然后 今天来试试看它的虾米辣椒酱 配饭吃 嗯 辣吗 嗯 辣 哈哈 可是我觉得它虾味更浓 好吃喔 很不错 诶 光配这个就可以吃一碗饭了 真的喔 这样之后等那个没有什么钱的时候 可以这样子吃 哦 这样不会有那一天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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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